关泰位到底能不能玩 刚进演奏剧本的时候 大家觉得关泰位应该会很强 结果一交战各种白给 各种被殴打的抬不起头 导致很多人拆了关泰位 去主其他的SP关羽阵容 可能当时大家对于关泰位的技能搭配 都在一个摸索阶段 所以没有发挥的太好 目前一区段已经交战半个多月了 我每天都在翻很多的战报 发现这套技能搭配啊 相对来说更加的适合SP关羽 今天呢 把这套关泰位的战法 兵书以及一些细节方面分享给大家 也谢谢一区段的大佬们的精彩对战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放了很多的战报 在面对黄马等风骑 五谋骑五谋攻核弹章 这些版本热门队伍啊 这套关羽都可以打 可以说是打击面非常的广 而且在人均满红的一区段啊 这队的多穿能力也非常的不错 非常适合后面进演奏剧本的兄弟们啊 拿去金律区或者是郊区使用都可以 战法以及兵书直接放在这里 不废话了 需要的兄弟们直接点赞收藏保存 特别说明一下 这里关羽的第二个技能啊 鸡龟啊 配合仪寡敌众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鸡龟的爆发是不输给疾风咒语的 而且他也能够给到关羽一个回复和一个魔法减伤 非常适合关二哥脱回合去使用啊 至于中勇加疾风呢 个人感觉强度可能没这套高 大概下降一个15%左右 装备选择关羽 武圣加灵动草操援助甲 满宠妖气刀加福威加灵动甲 都可以想要玩好满宠体系的关羽啊 配速呢是一定要做好的 这里就不再多重复了啊 不会配速的兄弟去看我之前的一个配速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各位有帮助啊